有吵架 對 那個結打開了嗎 打開了 打開了 因為我們中間有一段 是 對 然後那時候我再看到祈惠 就跟當年的她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講話就比較直白一點嘛 我就直接跟她講說我說 我們兩個應該基本上 對 然後她有點嚇到 因為她是過來跟我打招呼 可是她真的那個時候 是很叛逆很叛逆 那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就跟她講說 我說你現在的生活 跟你現在的反應 都不是我以前認識的你 所以我覺得 你也不用特地過來跟我打招呼 這樣我覺得有點尷尬 真的 不當朋友還明講那個是最上 真的 因為我覺得我跟祈惠會太好了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直接把她點心 因為我如果再去跟她客套的話 她可能現在就不會遇到 她這麼棒的老公 跟她現在的采訪 真的嗎 真的 妳有聽進去 我一直有聽進去 所以才我們能夠 對 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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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手速比 手勢比這樣子 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沒有 要成吉他 對啊 阿龍 吉他之神 恭喜恭喜 兩位都非常幸福 謝謝 好不好 看看這個姐妹要唱什麼歌給妳聽 好 來 來 我 細數一間在一起的美好時光 那些滋味還能想像 一起微笑一起水尋夢想不害怕 不管多難勇敢闖蕩 當我再回到這地方 當我再回到這地方 不小心河流有一些摩擦 你說不會像以前一樣 我很難過 因為我很嚮往 你會聽見我的夢想 許下我的一千零一個願望 有一天你會聽見我的夢想 不怕有多少時間多少代價 有你消息就不怕 我只有這一千零一個願望 對不起是我想說很久的話 很珍惜現在我們的時光 從今以後也想這樣 想回到小女那個家 好 許下我的一千零一個願望 有一點幸福總會聽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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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有多少時間多少代價 青春是我的手法 青春是我的手法 我只有這一切你一個願望 有一點幸福總會在我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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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顆心都有你雙翅膀 又要勇往直前的悲響 沒有到不了的地方 感人感人 好感動喔 對啊 好姐妹啊 我講真心話 好希望時間就停留在這一刻 有沒有看到 唉唷 對啊 你看聽你們歌 好像時間都凍結在這一刻 對 188… 沒有… 你剛剛不是我唱得很好 你怎麼像穿三首怎樣 沒有 感覺不一樣 你不能因為他哭了 你不是這樣 哭成這個樣子 孕婦特別這個感情 容易感動 你看許下第一例一千零一個願望 就是說我們也好像回到少女時代 對啊 我們兩個就這樣傻乎乎了 當年知道什麼 對不對 未經人事 然後又一起出道 兩個為了一個小唇膏 小面膜或什麼 對啊 在那裡吵架 我認真妳的 一吵吵到現在 20年了 20年 都已經是三個孩子了嗎 對啊 其實我之前我真的 當就是聽到小柔這樣講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的難過 好 妳叛逆過 對 我叛逆過 但是我覺得 緣分有期這種東西要來的時候 可能你要擋都擋不住 那時候我記得 其實我就覺得沒關係 她跟我講這些話 我覺得她過得很好 我就覺得好 那我也就放心了 但是沒有想到 我在這之後很奇妙 我一做夢 我常常做夢 我夢到我們在夢裡 超級超級開心 夢中夢 很開心的啊 我醒過來的時候 我就很空虛 然後我就 而且 好好講 為什麼我好害怕 好嚴恐 很多次的夢 對啊 有時候就兩個人之間 難免會有小摩擦 好朋友一定會 因為有一次半夜的時候 大概我跟她講完這句話 大概過了也快半年了 然後我就收到她一封 超長的簡訊 那時候手機才這麼小隻 她超過這麼長的簡訊 是神經的樂 沒有 吳熙 那是趙哥啦 那是趙哥啦 趙哥 那什麼東西啦 怎麼用來 然後她就大概在裡面 就大概跟我講說 她大概回想 那一天晚上的 相處的細節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其實她很在意 在意啊 其實她傳這封簡訊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她醒了 而且她那個時候 傳完那個簡訊之後 我就決定要把Fone in love 全部找回來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組了一個 對啊 很好啊 你看我們那個以前 也那修比都華 對 我看你那一段也好感 對不對 什麼可 你怎麼 你怎麼 你怎麼想想想想想 你怎麼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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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BW 是不是這樣 現在我唯一擔憂的只有一件事 還有擔憂的事嗎 感動成長 對 彼此之間的感覺 是 結果 我們沒辦法接受 對 黃太太 要舉一下 還是要舉一下 到底是動聽還是刺耳 1 2 3 請舉牌 肯定是動聽 對 對 沒事了 我跟你講她已經是我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個 對啊 一個很重要的家人 歲月嘛 那個英文來講叫 時間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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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跟你解釋什麼 對 It's okay 有一天 One day you will know 時間會整理解 而且我真的要奉勸就是身邊的好朋友 你一定要跟你自己身邊那個 已經快走近的那個朋友 一定要跟他講實話 對 不能這樣順著他 因為最後反而你就是推著他 對 就是推他一把的那個 好朋友嘛 忠言就是逆耳 對不對 良藥就是苦口 謝謝 所以我們要當好朋友的這個 不好聽的話 就一直給他 但是卻很真實 真的 對不對 真的要跟他講 對 你全村都講 你全村都講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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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太感動了 太感動了 說要給朋友講真話嘛 對 公公 跟講什麼 忠言利了 太真實 太棒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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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